老王姐是前面的搜索 在你见面 接下来了 做什么 你去找一个人 叫邱山 是以前悬门的一个悬诗 什么门 悬诗又是 用你能听得懂的话 简单点来解释就是说 在很早很早以前 悬诗 是和我们作对的 悬门 就是这些悬诗的组织统筝 你叫他做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我是好心提醒你一句 现在是法治所谓 你这私下寻仇是要坐牢的 藏城山 好久不见 阿宇 你这得来 你这不见rene子 我把人家同心都行 你算是否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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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来 我们老师 你算是否和她 有关系来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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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疼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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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疼啊 死疼 王学师 死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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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老师 我这次来真的只是想看看 苍城山的风土人情 临走前又收到你的来信 想到你师父秋山 和我太师父李正元是旧相识 所以我就来了 我知道 但是那个死疼 千真万确的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所谓异族 只是过去的一种文化现象 是旧时代科技发展缓慢 人民群众蒙昧的意识场 一个人死了 复活都是科学解不开的难题 更何况是死疼复活 更何况是一个死了七八十年的 死疼复活 但是王学师 我师父留在那个册子里 白纸黑字的写着 修阴哥石碑爆炸 就是死疼复活的迹象吗 是死疼复活的 那么我请问你个问题 好 令师秋山玄师 生前是不是文学爱好者 什么啊 这极有可能 是他撰写的科幻小说 不 是他 点声 真的 你也配声 你的魔法 你也配声 这个让我 没认识的 你几个人有点 李慧君 你怎么说 比如说 放 你给我过来 过来 谁给我看啊 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妄想症 妄想症 妄想 妄 看 自己看 是不是一夜之间就铺天盖地了 这应该是棕榈科啊 丹子叶 是藤 白藤 白藤都应该产生在热带啊 这苍城山不应该有啊 奇怪 真奇怪 同学是 我呀 就是她是太想了 石碑爆炸之后 当时就出现这么大个洞 我 没敢下去 后来一夜之间长出这么多个疼 我实在是压不住好奇 就去看了一眼 果然是大有乾坤啊 乾坤 你这样 你下去 我下去 我不去 不是 里边有东西 我给你看 我不去 那我大老远请你来干嘛 来来来 拉我呀 你干嘛呀 不是 你既然来了 你就应该下去吗 我不去 你自己去 这么大个洞让我下去 神经病吧 你要干哪儿 你不下去 你弄他 救命啊 杀人啊 我这就疼 咱俩好下去啊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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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啊 你别跑啊 你跑啊 救命 救命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收尽了 收尽了 误会 我俩是朋友 方向坤 我真的只想让你看看 那洞里的东西 你看了以后 你自己就明白了 真的 你想想 咱们两家 这么多年 是什么关系 我能坑你吗 好像也有道理 你再想想 如果你太师傅 李正元先生还在世的话 他会怎么做 他一定也会让你下去看看这呀 对不起 对不起 闹了个乌龙 我们先走了 谢谢 等一下 刚刚 好像听到有人提起 李正元 是我太师傅 怎么 你居然知道我太师傅 早年间 造访过长明山 有幸见到老玄师 在山门上提的字 书曰 尊道贵德 天人合一 可谓是比例求尽 气势颜绵不绝 李玄师 真是写了一首好字 女士 你过奖了 我太师傅的确 那个 那个在书法上很有造诣的 这样啊 这书法的事咱们改日再聊 我们还有事 收惊了 收惊了 拜拜 欢迎你们下次带来长明山王啊 拜拜 拜拜 大呼小叫的 你说咱们悬门的事 吓着普通老百姓多不好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句子太吓人了 我拒你了嘛 我拒的是疼 是疼 是疼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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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又来了你 脑袋疼 这个李正元写的字 其实不怎么样啊 当年收到过他递来的一封信 那个年代啊 做事讲究 骂人也骂得儒雅 我明明就站在他面前 还非要装模作样递我一个席文 一展开 洋洋洒洒上签字 除了满篇拼凑 使古人崖惠也就算了 那一首字 真是没法忍 壮如鸡爪 行如鬼爬 简直就是 苍结为之吐血 夫子为之上吊啊 你这一旦咬完饺子有文化起来 还真是挺不明觉里的 那后来呢 后来你给他回了一份 我扫了一眼告诉他 我不识资 对了 我查了一下父亲的人 有几个上了年纪的 对邱山还有点印象 说是有个徒弟住在山上 刚才那个拿电锯的 应该就是 想当年 邱山跟李正元 可都是悬门叱咤风云的人物 现如今的徒子徒孙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你该不会是 想为了他们吧 我干吗要自降身段 去为难这几个 不中用的后辈 真是报仇要趁早啊 走 过去看看 哎呀 看看吧 傻眼了吧 我没梦你的 坤 来 看点腾根 看看 你轻点 一敲就响 固体被敲 一般都会响 但这个疼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长这么快 的确是很奇怪啊 对吧 奇怪吗 但肯定是有原因的 比如 被俘射 比如 这个地底下 有某种矿物质 或什么东西 这两年产生了化学反应 你还不相信是吧 你等着 干吗 你拿锯子干吗 看好了啊 你看看 这正常吗 这留着异地 正常吗 这很正常啊 这不就是绿色的枝叶吗 所有的植物都有叶绿素 树叶是绿色的 也不奇怪啊 古代的小姐们 拿来染指甲的凤仙花 碾碎了也是红色 难不成你说这花里流血了 当然了 有文人这么比喻 这只是一种浪漫的修辞 看来有文化也未见得是啥好事 行了行了 你把这事赶紧汇报给有关部门 说不准你发现了谷物 你别天天这样胡思乱想了 化房年纪还小 整天被你这么影响 对它的成长发育是很不好的 我求你来干吗 你不说好这要拆吗 拆了好呀 你赶紧搬到正常的地方去住 在这儿待久了呀 的确容易一身一鬼的 你去嘴 哎呦 走 哎呀 你怎么这么重呀 哎呀 星云哥伙事也太好了吧 你们谁是秋山的徒弟啊 我 不是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找我有事啊 秋山可真是出息 我又不是生在苍城山 竟然连我的根都挖出来了 什么意思 您说我师父挖过您仙人的坟啊 这话不能乱讲啊 精彩 精彩 严老师 好玩吗 我明白了 今晚你们几个都是串通好了的 啊 怪不得 我刚刚跑上去 就看到他们两个 还织棒好形头啦 穿旗袍 在我面前眼伤是吧 我说你们几个 年纪轻轻 好手好脚 干什么不好 吞我诈骗 这个人可真是太长了 你什么意思呀 我助手 刺他 算了 可以不 Nash 哦 我的妈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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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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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叫他什么 能够操控唐条 也就是师父说的 复活的普通 既然知道是我了 那你师父还说过我什么呀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对你不客气 师父 谁在叫 八宝 快跑 谢谢 谢谢 你师父还跟你说了我什么呀 又不是小侧子 上面提到过你 秋山是什么时候死的 我师父 他是十五年前走的 买哪儿了 不是 就是走了 我出去弄个粥的功夫 他老人家就不见了 我想应该是修成正果 玉花登仙了吧 你师父的仇 我不会抱在你们身上 我这次来 是有个事情要请你们帮忙 帮 帮帮帮帮帮 一定帮 只要能做到的肯定帮 思腾小姐 这个这个这个册子里 有记载您 请您过目 麻烦您念一下 好 思腾 一九一零年 易便于西南 原身白腾 俗患鬼锁 有毒山脚性狠法 同类相杀 封头一时无两 欲敌从无百计 同类切齿 玄门色变 姓身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六年怎么了 一九四六年 宣誓秋山 灭思腾余生 什么 一九四六年 宣誓秋山 灭思腾余生 再念 一九四六年 宣誓秋山 灭思腾余生 再念 让你停再停 一九四六年 宣誓秋山 灭思腾余生 一九四六年 宣誓秋山 灭思腾余生 一九四六年 宣誓秋山 灭思腾余生 1946年 宣誓九山灭死荡玉山 1946年 宣誓九山灭死荡玉山 停 1946年 宣誓九山灭死荡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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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荡 这句话的意思是 杀得好 你 你不是跟我说你是一九三九年 不该问的别问 跟我一道 下去看看 至于你 我 我可把房子给钱发布了 看见房子是不让他乱跑的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个地洞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层条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层条 哎呀 这 这怎么还有古墓啊 这也太诡异了吧 所以 这个地方是用来干吗的呀 好像所有的藤条 都是从这个地方 生云出来的 师傅 师傅 你是从头收回去了 别动 别动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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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刚发现 你的超能力又恢复了 我的青丝 青丝 那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我知道了 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诡异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用来镇压你的 都是用来镇压你的 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诡异 镇压 竟是些对付阿猫阿狗的玩意 镇压我 我发誓我们一宿没动 劳烦你去把它弄醒 哎 啊 幻觉 幻觉 他真是死疼 我早就告诉你了 你就是不信 别怕 别怕 幻觉 幻觉骗术 一切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用科学来解释 科学解释 科学解释 小神师 死刀 你不要过来 放开 不是幻觉吗 怎么前后说话还不同意了呢 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什么 不可以 我哪知道你这关我要做什么 杀人放我的事情 我做不出来的 来 这什么 这什么好看的 你要干嘛 你这关我快走开 你快走开 快走开 小神师 别紧张 咱们慢慢聊 你是不是在我身上 放了五条虫子 五条虫子 怎么会是五条呢 小神师不是喜欢讲科学吗 我原生白藤 放进去的是五根藤条 你有没有切开过藤条 看看里面的结构呢 再短的藤条 都是由无数根木质纤维组成的 如果说 一根木质纤维 就是一条虫子的话 那我放进去的 可就是千钧万马 五条虫子 你也太小看我了 小神师 你们人类造词 夸张得很 什么 白爪挠心 可是谁真的被爪子挠过心啊 不过 我给你这个机会 别 别 你可以 别别 就很想呢 你做的 还不过 我让你做的 你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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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你做的 有点 可能 我做的 你做的 你做的 妈 我们没有钱 我是不可求的 没事 没事 好了 好了 既然招呼已经打过了 那现在 我问你来答 小玄师 你们玄门这些后裔 你都知道哪些 我想想 我想想 想想想想 我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快走开 看来是真的不知道啊 其实 我也本不想对你们这样 但是你们一个个见了我 又是叫又是骂的 我若把你放回去 你却什么都不做 那我这一趟岂不是白来了 小师傅 你去矫程快一些 让他陪着你一道 回去找你们的师长 想想法子去 至于这个小孩 看着还挺好玩的 就留下来吧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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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陪他去 对呀 这要看着点 别紧张 也没什么大事 回去找找你们的师父 集众位能人来苍城山找我 我也要和他们打打招 就跟他们说 说我有事相求 对了 告诉他们 我叫斯腾 你如果你们的家人 就会想他们 应该见 她说一句话 你不想怎么会 我呀 留个电话 有什么消息 知会一声 说不定常明山有能人 咱们理应外合 把这根疼给拔了 师父 师父我就不要我了吗 师父怎么会不要你呢 你是师父的命啊 给 快 说话吧 快 给秦叔叔居个宫 居 居宫 居宫 秦叔说话吧 你好 秦芳 这孩子就拜托你了 他不大点的时候 让我在山里捡到的 是个苦命的孩子 你放心吧 有我在一定会为他受苦 你赶紧办完事就回来 好 师父 你一定要找到的人 消灭打败白星人 阿芳 你放心 师父肯定能消灭白星人 师父的师父是谁呀 是秋山为你打败过外星人的人 你要对师父有信心 好吗 嗯 拜托了啊 我从小的他都没跟师父分开过 师父以前说有外星人我还不信 你哭什么呀 我都没哭 你有什么好哭的呀 我就没合得分开过 我就没合得分开过 难受还不信吗 不行 我还是不相信 你不信什么呀 外星人啊 所谓的悬门一组 那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说 现代科学还有解决不了的东西 我得去趟医院 我要用医术证明给你看 我 绝对没问题 老房 来 叫阿姨 她才不是阿姨呢 她是外交人 别瞎说 放心 我暂时先不吃她 你现在赶紧去给我找出人能住的地方 我累了 看看 杨歇了 我胸透偏安呀 你看 废是废 心是心 肋骨是肋骨 支气管是支气管 什么不该有了 东西都没有 我的身体 健康的恨人呐 昆儿 我不想和你浪费时间了 咱探上大事 那这上的可是死堂 还不抓紧告诉你师父 经过我慎重的思考 我仍然认为 这一切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它不是真正的死堂 那它是什么呀 催眠 我之前跟你讲过呀 什么玩意儿 如果真如思藤所说 我身上有成千上万的藤条 那么胸透偏 一定能检测到这种物质的存在 既然现在什么都没检测到 那就说明什么都没有 那么 我之前所受的所有的一切痛苦 都是因为催眠催出来的 那它用藤条捂住你的嘴子 算了 那是这 这是这个呢 这个呢 这什么呀 念夫人 你可以呀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给我画这个文字 想吓唬我是吧 不过还挺好看的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你这点知识可给你改的半截不负 等着瞧吧 我肯定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现在回去吧 回啊 回去一睁眼一闭眼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是吧 走 走 来人啊 你们家人出事了 啥情况啊 大伙儿在这儿嚷嚷 快点 快点 你瞧瞧 王学长 可不快 这怎么弄的这是 快快快 来来来人 别撤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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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那个叫苏腾那一族 他回来了 要找我们寻巢 那给拿个注意啊 七十余年了 他真的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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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ctors Beispiel 怎么样 闹钟取静 还可以吧 你猜我还会住吧 总算有一成我能入你法眼了 在長丞山附近的房子真不好找 何 level 你先跟阿姨待一会儿 叔叔去找房东交钱 叔叔 你不能走 他会吃了我的 小孩子细皮嫩肉的最好吃了 我一口一口 我师父 我师父会打扮你的 你又不幼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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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吃你 一看就很难吃 慢点 杰叔叔 你都不怕他呢吗 我为什么要怕他 老爸 有些时候呢 人与人之间相处 不能只看他表面 对啊 他虽然长得那么好看 他真坏心 不过 杰叔叔 你别怕 老师父收资 一定能请来挠人 消遍这个外界的 秦叔叔的意思是 其实他没有这么坏 人与人之间即便相处 也被比知道是真的 但是人与人之间不相处 便定论善恶 那才是真的有点草率了 杰叔叔 你在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等你长大了你就懂了 就是个小小小孩 不要 都没拿呀 那这喜剧为什么都没拿转 我没拍你 我拍建筑呢 拍建筑 对啊 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是盖房子的吗 什么盖房子的 我是建筑设计师 我管你是盖房子的 还是什么设计师 那个东西 不准对着我 我饿了 你想吃什么 想吃师傅做的串串香 好 这样吧 秦叔给你点外卖 但是肯定没你食不做的好吃 你就凑合着吃一点 好不好 他吃不吃啊 如果不喜欢吃的话 他会不会又发脾气 好啊 喂 喂 你找我老头儿吗 是 是啊 出去打工去了 那可以告诉我 他那边的联系方式吗 你是谁啊 我是长明山的仓虹啊 找他有什么事 找他商量一点 有关悬门的事情 悬什么门哪 摆弄那破玩意儿 能当饭吃吗 悬门衰微如丝 真是愧对了列祖列宗啊 老会长 您可别这么说 这不 还有好多都没打呢吗 这世道太平日久 当年叱咤风云的各门各派 如今 早已四散缭络了 后人传承我们悬门的克敌办法 恐怕 也所剩无几喽 罢了 好 进人室吧 进人室 咱们再 再打几个 司徒小姐 你忙不忙 有事说事 我想麻烦你一下 能不能陪我一起下去 拿一趟外卖 如果我说不呢 你当然可以拒绝了 我无非就是多跑两趟 但是司徒小姐 就算我求你了 我不是考虑到在这会多出去日子吗 所以我买了很多东西 您就顺便帮忙搭把手 行不行 是你求我吗 我求你 秦先生吗 是我 不好意思啊 我没来过这儿 请给个五星好评啊 谢谢 司徒 帮忙搭把手呗 我说的搭把手的意思是让你帮我拿点东西 我搭了手的 我做得什么腻啊 我做得什么腻啊 这你说得都不好意思 可惜可惜 都是悬门中人 慢点 慢点 五子 五子 五子好 五子登科 来 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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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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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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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打着 劲儿打 劲儿打 打扰写了 打扰写了 遭醉了 喝个元气森林补补元气吧 不不 我现在喝什么元气森林都没用 你这哪儿行啊 你 你要是不喝 我可把他当点滴给你打理了 乖 乖 乖 真乖 你再喝点吧 不然一会儿 你腾沙一发作 你又跟 这一切一直以为这里的藏书上写的什么悬本 什么义组 都是胡编乱脏的科幻象书 谁能想到 这居然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 科幻不就是科学吗 科幻不就是科学吗 科幻是科学基础之上的幻想 这不离科学还有些距离吗 好吃吗 不好吃 没有我师父做的好吃 凑合吃吧 完全把肚子就行了 喂 颜芙蕊 师父 快给我 喂 师父 师父 求求你了 你快点回来 阿芳 去那边看 师父 你快一点回来 师父 我求求你了 你跟邱山那个徒弟 一直有联系啊 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过来 就是来问一下宝宝的情况 你别多心了 我多什么心啊 难道还怕你吃里爬外不成 什么吃里爬外 你能不能说话好听一点 过来吃饭吧 我说过了 我不需要吃你们人类的食物 我知道 但是这个不一样 这个 可是我和宝宝 精心问你 准备的 刚在山上挖的 特新鲜 水分特别足 你尝尝 看看合不合你背口 难道你不吃多 你们吃多不是都 华芳 华芳 电话打完没啊 给你一次补救的机会 赶紧去给我买一匹 上好的断料了 你要干什么 你们店里卖的衣服 都太粗糙了 所以你需要自己穿 那我岂不是还得给你 买一套裁缝工具 恭喜你 还不是蠢得无可救药 都会举一反三了 想喝茶吗 嗯 想吃点心啊 想吃就赶紧去把脸洗干净 鼻涕眼泪一大把 丑得人眼睛疼 你们先在买特别划算 精装修 买房子呢 还送家具 你们不管是自住呢 还是说投资 都合得来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现在每天看房子的电话 我都接不过来 说着说着就来了 我接个电话 喂 您看看这个 您看看这个 千金灵芝 千金灵芝 特别好的 你好 喂 喂 喂 �ib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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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是宣门的 白金 看过我节目啊 认识 要不要签名 先办正事 办正事 一会儿见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有劳有劳 我正上班 路上还堵车 是是是 潘七年 多多关照啊 多多关照 您是卖房子的 买卖租列 我都管 有剩意 关照一下 里面请吧 里面请吧 原来同门哪 那这档车钱我就不收你的了 这丫头片子 这么傲呢 这帮五行八作的乌合之众啊 一边儿是整个代代 握心尝胆的义族 一边儿是放马南山 懒散了几十年的玄门 这玩儿 甭行吗 承蒙诸位高义 为救小徒 远套而来 我长明山感激不尽的 这位是 苍城山 星云阁 秋山老玄氏的弟子 是他最早发现 已经复活的 义族思腾的迹象 也是他 和我的弟子王乾坤 亲眼见到了 已经复活的思腾 是 捅着诸位 我不会说假话的 思腾说了 腾煞 也就是种在 王乾坤体内的那个东西 时日为先 到了第十天 就会发作攻心 所以 会长就召集大家一起来 救他性命 如果到了第九天 还不能接了腾煞的话 就让我们大家去 苍城山求他 什么 还要我们求他 那还是他求我们 他能求我们什么事 对 对嘛 对嘛 所以我理解就是 思腾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不去 他就会先害死王乾坤 然后一家家 一户户 一门门 他都要来打个招呼的 简直痴人做梦 做他的千秋大梦去 他敢来 就让他有趣无回 大家都安静安静一下 小兔王乾坤的身体状况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他确实中了腾煞 离十天的期限 还有最后三天了 之后腾煞发作就要攻心 恐怕到时候 他会常睡不醒啊 一族已经这么多年没见了 这一次为什么突然出现 他回来不是为了报仇的 还能是为了什么 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 是他想要得到的 各位 这些年呢 我在闲暇里 会研究一些超出我们人类 现有科学认知范畴的现象 关于这个艺族啊 我准备了一些资料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好 请 有鱼吗 过来 有鱼 你 你们为什么不过来啊 我要吃 吃 吃不吃 阿姨 你能教我 怎么才能让这些鱼 围着我钻吗 我为什么要教你啊 那我拿礼物给你换行吗 你能有个什么礼物 你等一下 阿姨 给 给 给 再来 他真凶啊 不喜欢小青鸿 老房 你要知道 没有女神是喜欢小青虫的 像你这么送礼物的话 以后一定会孤独重劳的 你查得真奇怪 这么可爱的东西 居然不喜欢 快走 快跑啊 一族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基本上他们都诞生或生存在 生态体系完好的森林里头 你这么说啊 这么多年我们一个异族没得见到 难道是和地球上的环境恶化有关了 不排除这个可能啊 因为我的推测是 当初那外星人呢 是因为飞船坠毁意外到了我们地球 那么这个飞船上不可能还存有活体 只剩了外星人残存的生命基因 巧合的是 当时地球上的生态圈 正好满足了他们的生存条件 久而久之 这些生命基因 跟我们地球上的某些植物产生了融合病 最终形成了异族 不好意思啊 听我说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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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学 英文 英文 不懂不丢人啊 这个英文单词翻译过来就是进化 一组更像是物种的一种进化 去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人类当中有一些人就会拥有 比常人更强的意念控制能力 那常人会说这是器功或是特异功能 但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这些人 其实是我们人类当中的 先期进化者 同理植物也有可能 会出现这样的进化 那么那些外星人的基因呢 很有可能就是促成了 这些植物的快速易变 譬如斯藤 秋山留下来的册子里面说 斯藤 善降杀 御敌从物败尽 风投一石无量 那要知道这个角 它是藤的特性啊 如果斯藤因为这个害人 很有可能是因为 它自身的特性被放大的几乎 无论如何 它不可能无限地放大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斯藤的技能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能找对方式方法 只要我们足够地去了解它 一定有办法对付它 太好了 真就没瞧见它 那技能给我吓坏了 真不可怕 白先生 那斯藤到底可怕在哪儿呢 它可怕 可怕啊 可怕啊 就可怕在 它的那颗心啊 我既已复生了 你也比尚存于这世界 但你究竟在哪儿呢 你为何不来找我 竟还要我兴师动众地 让玄门众人来帮我 也三门 你还能不来 封门 你陣云 你还能够 就标准了 你也不来 他现在的人 真的有什么 在哪儿呢 根本就是 前两天来了一帮悬门中人 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 也没想出过解决腾杀的方法 一眼看就比九天了 可咋办呢 要实在不行 你们就赶紧带着帮乾坤来求救思藤 我看思藤也并不是真的想要了他的名 我怕也只能这样 你要和瓦房通话吗 老板 不了 听他们的声音就心里难受 但是过两天就见着了 行吧 我们俩坤 我俩你想吧 就这片面的 我们杀他们可措手不及 也不能让你这两天的嘴白瘦 虽然我仍然认为 这一切都是幻想 但是 我的世界都颠覆了 你知道吗 好 阿姨 给 喝茶 给我的 对啊 你快喝 你快喝 你干什么 你问他呀 老房 出什么事了 他爱死我 我害你 你多大 他多大呀 你跟个孩子在那儿交流禁呢 来 喝茶 干什么 警察认错啊 老房 老房 你这儿不知道多少人哪 你多大 他多大 你跟个孩子叫声进了 活该 走 带你洗脸去 你 华家的人真的有罚子解藤杀 有 你师父啊 跟华家的人通电话的时候 我就在边上听着呢 据说我师父秋山 当年在产出私藤之前 还特意去败回了黄家的人 请他当时的家主黄玉助长 你想想 他们黄家可是当时参与产出私藤的 怎么可能不知道解藤啥的方法 那为什么现在才找到黄家的人 这都多少年了 沧海丧品的 我搬家都搬得不知道多少回了 而且据说呀 黄家这道密法是传女不传男 人到了第三代没有女孙 马上就要绝了 把你命大 黄玉的女儿黄翠兰还健在 老太太把耳朵过了 脑子还清楚 听你师父会把玩情况以后 当时进就说了 腾煞是可以解